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们今天这一篇主要是认识一些单字 因为我们比较没有很长的回应 那有些回应很短而且很俐落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他问的问题是 If you were to line up all your exes What would they have in common? 要是你把你所有的前任都把它给排起来 Line up 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点 那他还有一个edit 他说这并不表示说是肉体上的共同点 所以他说 This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physical necessarily这个字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对他中文的世界对这个字 underrated 他应该要被大大的教育给我们的孩子们 有的我们说 这不一定表示是肉体上 你看这个不一定的英文要怎么翻 不一定的英文要怎么翻 我其实在刚移民去多伦多的时候 也遇过这个问题 我很想要知道 不一定这个词要怎么翻 我记得我好像在以前某一篇影片中 也曾经谈过这件事情 briefly 那那个时候跟我一起住的一个小男孩 我住在技术家庭 我就问他 不一定要怎么说 那他想了半天之后 给我个答案叫做 Not really 不是最好的答案 从现在的我的角度来听起来 可是在当时我觉得他也 我从现在的角度 again看起来会觉得 他当时也已经够努力了 他给了我一个 他绞进脑之后生出来的答案 可是现在的我 看起来会觉得不够满意 当时的我就 OK好我就接受下来了 那你会问我说 那现在呢 我有没有更好的 就是不一定这个词的翻译 我觉得很多的情况下 可以用的是 depends 所以你今天晚上会不会来我的party 不一定 不一定的意思是什么 要看很多情况 我要把很多东西纳入考量 我明天有没有办法准时起来上班 因为你的party可能都很晚 你今天的party谁会去 我不想看到一些 我不想看到的人 说不定也是一个consideration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晚上会不会来我的party 我的答案可能是 well it depends 这就叫不一定了 对不对 那或许 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译成 要看 所以你今天晚上来我的party 要看 看什么 对不对 depends on what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翻译真的是吃力不太好 但你大概懂 it depends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把它翻成不一定 但是 necessarily 这里就是一个在很多情况下 都能翻得不错的的一个不一定的翻译 就没有必要是那样 那跟不一定是不是也就有程度上的重叠了呢 所以这边再说一次给你听 这并不一定是指的是肉体上的共同点 你的这些axes 把它前任把它line up起来的话 so i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necessarily mean physical can be anything ok 所以这里没问题 我们就再往下看 我们今天可以学到一点什么字 来我们看这第一个 这个智慧的字体有一点 they weren't good enough for me 这是被大家点爆了一个 点赞点爆的一个帖子 他们都对我来说不够好 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屌 OK把你的前任排在一起 有什么共同点 对我而言他们都不够好 OK不够好 那下面能回应说 this really is BDE 啊你看BDE 我记得我们就是有做过这一集 BDE是什么鬼 BDE就是Big Dick Energy 所以一个女生说 他们对我来说都不够好 这个女生就展露出了 Big Dick Energy 大屌气场 很屌的一个回应不错 然后下一个也被人家点爆的 they all believed my orgasms were real yes彻底摧毁男性自信心的一句话 我的前人们都相信我的高潮是真的 they all believed my orgasms were real 好酷 这个回应真是个宝石啊 this one is a gem这样子 alright 好我们再看下去 they all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untreated mental issues health issues mental health issues对不起 and don't know how to treat someone well 这里有一个词很常看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 again我再强调一下 我们多看的一些部分 是像这样子一种词 像这边有一个 他们有各种不同程度的 所以他用的词叫做 variant degrees of something OK they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something degree就是程度 那不同程度 他没有用different这个字 他用的是variant variant是个动词 加个ing之后 就变成一个主动的形容词 或者也有可能是个动名词 好 so varying degrees of 然后什么东西呢 各种不同程度的 没有被治疗的 精神疾病 OK mental health issue 那他们不知道 怎么好好的对待别人 那下面开了一个玩笑 If you aren't going to throw my phone out a moving car I don't want it 要是你不会把我的手机 从一个开着中的车子 丢出去的话 那我就不要你了 那个 有你知道情侣经 有这种疯狂的行为举动 把人家手机抢过来 就从车丢出车窗位 然后还在开着车 神经病对不对 可是 对有些人来说 不知道 有的人感情就是 一直会被这种精神折磨 然后下一个又发生一样的事情 有些人啊 很多事就一辈子学不会 我觉得我就还算学得会 所以我他妈打死不交女朋友 因为我就不想重复 再去relief那些 每一段关系中 都出现过的不开心的事情 我只要不交 我就不会relief他 有时候不小心 又再扯到自己的 You know my ideas about love Right Anyway 所以下面的人说 Wow gosh this hit home 这真的是打了个拳雷打 太屌了这样子 好 那下面一个人也说 他也有这样子的记忆 就是手机被丢出车外这样子 好 很惨 来 我们下一个看一个这个词 这边有一个人的回应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说的是 他回应说 如果你把你的Axis 排成一排的话 有什么共通点 那这个人就开了他的语并玩笑 他们现在的共通点 就是全部排成一排 They will be lined up 然后下面人就说 你讲得好深刻 然后下面人就说了 Single file 什么叫Single file 我看到这个词我就忍不住 想说我做影片要介绍一下 Single file就是排成单排的 所以你说 有没有可能你交了男朋友 过去交往的 实在多到必须排成双排呢 那就不是Single file了 所以file这个字除了是档案之外 也可以是排这样子 OK排 好 所以这应该也没问题 那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我们大概今天要讲的 主要的一个词 所以他们看起来都不一样 有白人 有墨西哥人 有非洲人 矮的 高的 运动员的 或者就胖的 你知道 下面有一个人回应什么 你知道吗 下面有人回应说 African Where in Africa 你看 Where was the African from 所以这个非洲人哪里来的 你第一个想的可能是 不非洲 不然呢 除了非洲还要怎么回答吗 你看这就跟 这就是很多人 就是一些非洲人 对西方社会不开心的一个点 他们不喜欢被称为非洲人 因为非洲有这么多的国家 他们比较希望你直接说 他是非洲哪个国家来的 OK 那你说亚洲人有没有这个问题 其实也有 我们有时候不见得喜欢被人家称为Asian 虽然说我一般来说对这个字一点问题都没有 If you call me Asian I'll take it 因为亚洲是个州 那你如果说一个人是非洲人 非洲是个州 那我们或许觉得没关系 可是非洲人就会觉得很有关系 所以这就是我频道另外一个宗旨 我们介绍这文化 我们让你知道非洲人是不喜欢被称为非洲人的 他们宁愿被称为我是塞内加尔人 我是刚果人 他们会开心点 那你说我们如果被称为台湾人会不会开心点 会 可是我如果被称为Asian 我会不会不开心 我不会 因为我觉得 Yeah that's what I am 我的确来自亚洲 好 所以讲一下这个文化上的一个nuance 所以以后你要是认识一个非洲朋友 你不要跟人家说 He's from Africa 你如果说 He's from Senegal 他可能会更开心这样子 好 Anyway 所以他说他们都看起来不一样 但是全部都emotionally unavailable 这个字什么意思 我懂他的意思 可是我也忍不住找了一下下 看看我们中文的世界里怎么理解他 所以我在查一个英文词的时候 我第一个先查这个字 然后后面加一个英文字叫meaning 所以你就查这个字的meaning 也就是这个时候会出现英文的definition 可是我有时候会不满意 我查完English 就英文的meaning之后 我会把后面的meaning拿掉 改成中文这两个字 所以我找emotionally unavailable 中文出现什么你知道吗 里面有一些网页 而且不少 它里面写的是 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字字眼上的意思 emotional你知道是情绪上的 available是可以被人取得的 就是有空的 例如说我问你现在有没有available 我的意思大概就是你能不能被我追 你是不是单身 are you available 可是available也可以用在不是男女的关系里面 或者是性别的关系里面 它也可以是你是医生 我要跟你要一个时间 我要去找你看牙齿好了 are you available Thursday are you available Friday available大概就懂意思了 其实这个字很简单 我是讲给比较英文真的程度 可能比较低一点的同学听的 所以available就是这个人是有空 可以被取得的这样子 所以 unavailable就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就看到了 有些中文的网站写着说 他们把这个字翻译成了心有所属 就表示说你是一个 不可以把你的emotion给别人 只可以给你的伴侣的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emotionally unavailable的意思是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来承担 在情绪上承担你的 所以要是我今天下班回到家 然后我有个老婆她跟我说 老公我今天过得好不开心 我跟你讲后怎样怎样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先不要说 我现在没有办法承担你的情绪 因为我下班非常累 I'm sorry but I'm emotionally unavailable to you 所以对不起 我现在要去打爱的顿法环 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 跟乌龟说吧 这样就叫做emotionally unavailable OK 你在情绪上没有办法去承担别人 或者我在情绪上 不能够释放自己的情绪 也可以叫做emotionally unavailable 据我所看到的definition上来说 所以情绪上 我不能够提供自己 或者接受你 OK 所以也就是说 我不能跟你有情绪上的交流 因为我可能太忙 我可能没时间 我可能没有意愿 这些都包括在emotionally unavailable的概念里面 这样可以理解 所以她抱怨的就是 她以前的这些男人们都是这样 They are all emotionally unavailable 以及narcissistic narcissistic就是非常的 自我意识很高了 简单的说 你说是自恋狂也可以 OK narcissist 她下一句说 I have issues 为什么 你难道不觉得说 这些男人都是问题吗 她怎么会最后一句说 我有问题呢 I have issues呢 回到我刚前面说的东西 要是今天 你发现 你在重复你的人生犯的错的时候 那错的是谁 错的是你自己 你不能一直怪 为什么我第一个男朋友那么烂 第二个那么烂 第三个那么烂 他们为什么都那么烂 No 问题其实在你身上的 不是在这些男人身上的 你为什么不能够眼睛张开 选一个真的比较好的 当然或许有人会持反面看法 就是说 世界上的男人都烂 你在怎么剪都遇到烂的 这也是正常的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 这句话我也深感同意 说实在的 这个议题 讨论到这里就好 所以总之这个女生 最后回头说 I have issues 我倒觉得他有这样的认知 也蛮正确的就是 All right 好 所以你看下面这个回应 我刚刚再强调一次 所以这个非洲人哪里来的 然后下面的人就说 我懂 我懂 I get this People tend to use African to describe anyone from the continent but specific countries when describing anyone else 所以人们倾向会想说 只要用到非洲人 来自那个非洲大陆 我们就叫他African 而同一时间 描述别人的时候 就会讲出特定的国家 对不对 像今天一个法国来的人 你不会说 Oh he is an European 你不会这样子讲 对不对 可是 非洲人我们就会这样对待他 对不对 好 OK 所以像他自己本身是坎雅人 So as a Kenyan I often ask people to use the specific country 所以他都会问人 要人家用讲特定的国家 好啦 Anyway 所以这个也是 多补了一个蛮有趣的地方 来 再来下一个 Most of them have that gap in their front teeth White guys, black guys, hispanic all with that gap 所以这个人呢 这个人的问题在于 他不要讲他的问题 他的倾向在于 他总是会跟牙齿有缝的男人在一起 所以前面部分这边牙齿有缝 就叫做 There's a gap in their front teeth 你懂吗 好 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I don't know why Even my partner now has one 现在的partner也有 OK 以及所有的X都是abandoners 就是会放弃人家的人 OK 那这个就表示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What's that say about me 他也会好奇有这样的反思 这样子 可能是因为我爸爸abandon了我 Probably that my dad abandoned me Then I lost my papa at a young age 好啦 Usually pick guys who leave 他都会选那些会走的男人们 或许对不起 这个我也替你感到难过 再来一个 这边一个 好 那下面 这个人说 共同点的全部都鲁蛇 所以你的前任排一排全部都鲁蛇 所以下一个人回应 You only date losers 你只会跟鲁蛇交往吗 Maybe your standards are out of whack 所以这一个片语 out of whack 其实就跟out of order的意思差不多 就是失效了坏掉了 Not working就是out of order out of whack一样的意思 如果你只讲whack这个字的话 就是棒打人家一下就叫做whack OK 那反正这个片语 你也不用去想它是什么意思 你就理解它就对了 就把它接受下来就对了 OK whack这里说的 You strike forcibly with a sharp blow 就是好好的给人家whack一下这样子 好 还有几个词 就是我想要带大家看的 我觉得有可能会看不完 但我们尽量看 我觉得这个可以 所以他说他前任的这些共通点 第一个字 broody dark not that into me charming questionable moral compass and not particularly intelligent 好 用了各种形容词 broody这个字 我很努力找了一下下 并且理解它 我最早最早理解它 就是生小孩的概念 OK跟我们以前一样 打魔兽世界的时候 有一个蜘蛛 很会生小蜘蛛 我们就叫那个蜘蛛 broody mother 所以brood这个字 生小孩 所以我这边没有一些 definition 好算了我用说的就好了 所以brood这个字就有 第一个这样的意思 扶小孩出来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扶小孩就是坐在那边 然后就是走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生小孩 所以它可以套用在情绪的概念里面 如果这个人很broody的话 我这里有并不是没有 所以准备下蛋 ready to lay eggs 就是brood 那它延伸的意思就是 你很忧郁 忧郁啊 坐在那边想 然后就想黑暗的东西 You're brooding OK 好 所以broody 这样大家懂了 moody 然后又很 就dark 然后并不是那么爱我 Not that into me 然后又很charming 很有魅力 很可疑的moral compass 所以下一个看的字 叫moral compass 怎么理解它呢 就是道德上的一个指南针 OK 道德上的指南针 通常我们有时候会把 某一个人当成你的 道德上的指南针 例如 I don't know 或许我们反过来说 就因为有的人 我们觉得他们很棒 我们把他当成道德指南针 所以当他的人设崩塌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指南针失灵的时候 我们会特别生气 懂意思 所以我们可能以前会觉得 王力宏形象这么好 然后你就开始要你的老公 你怎么不像王力宏一样 又高又帅 然后又专情 然后照顾家里 照顾小孩 然后这么成功 结果后来发现人设崩塌 所以以前 王力宏可能是你的moral compass 那现在大家就不是了 所以这就是moral compass的概念 OK 所以他说的这些 他的前任门 是有可疑的moral compass 大家懂了 然后也没有特别的聪明 下面就开始说了 让你应该选的是聪明的brainy ones 我们就不讲了 讲到这也大概够长了 好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其实词还蛮多的 但我想我们今天重要的是解释了一下 什么叫做emotionally unavailable 他不叫做心有所属 好拜托 拜托 好了我们就不复习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